所长您好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采访到您 先和我们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张冠华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两岸经贸的相关问题 所长 您能不能先和大家来简单地聊一聊 如何看待过去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呢 在自从上世纪 这个八十年代初两岸经贸关系恢复发展以来 两岸经济发展是取得了持续快速成长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的一些成就 逐步推动了两岸的经贸关系 从过去一开始的贸易投资领域向人员往来 向两岸的产业交流合作等等各个方面的进行发展 当然两岸从2008年到16年呢 两岸的经济合作的制度化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所以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 两岸的经贸关系都在朝着这个融合发展的这个态势来进行发展 一个呢是两岸的贸易和投资的速度 持续的快速增长 相互的依存度不断的提升 那我们知道看到最新的数字 那么从去年2020年 在这个两岸的疫情发生的情况下 以及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这个两岸的贸易仍然的持续快速的增长 台湾对大陆的依存度呢 也达到了43.8% 好像左右的这个历史的一个高度 那么今年上半年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增长 更是达到百分之三十几的这个高速度增长 那这也是充分显示了这个两岸贸易的这个快速增长 它的一个韧性 第二个呢是台商对大陆投资 应该说大陆已经成为吸引台商 在大陆投资的 对外投资的最大的地区 那么从1991年到2001年 那么按照根据台湾方面的累计呢 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将近20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 但它整体的最外投资的比重呢 应该是超过一半 达到百分之五十五左右 而且台湾很多一些科技产业 一些电子IT产业的 它的那个在台湾拿到订单以后 主要是在大陆生产 在大陆生产的比重 那么应该是总体来看是46%几 其中呢它的IT产业 在大陆生产的比重 高达80%以上 那么这也说明这个两岸的产业合作 在进一步的向深化的发展 那我想这是第一点 那从第二点来看呢 就是两岸的经济关系 显示了一个充分的韧性 从2019年开始 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这个呢确实是美国政府呢 应该说对华的一个 加成关税的金额达到5000多亿 那么这里面包含了很多 那么台商在大陆生产 然后出库美国的产品 那根据估计呢 这部分大概是在 占台湾在大陆生产比重的 30%左右 那么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么还加上这个美国 从2019年开始大肆地打压 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 那么很多大陆高科技产业 比如像华为啊 它的一些供应商 很多是在岛内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那么在这个形势下 两岸的贸易 还是继续地增长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呢 虽然短暂受到了一些影响 现在总体上在大陆的投资的成效 成果现在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总体上来看呢 还是显示了就是说 两岸的贸易的韧性是很强的 就经历了类似于疫情 和中美贸易摩擦 这种叠加因素的冲击 那么两岸的贸易投资 现在还能取得目前的成果 那确实是来自相当不易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在这个两岸的 经济关系发展过程中呢 应该说大陆经济发展的 主导性和的贡献 也是在明显地增强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那么中国大陆的GDP和多岸贸易 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在迅速上升 那么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 尤其是2019年到2020年 应该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 是在全球经济增长 主要的经济体中 表现是最为亮眼的 多岸贸易出口也是持续增长 那么这种增长实际上 对拉动的两岸贸易 那么产生了明显的一个带动效果 尤其是大陆的新经济发展 我们看到了现在的一些5G 大数据 电动车 还有AI 就是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等 那么这些新兴的产业 那么又成为这个 拉动两岸贸易投资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新的动力 那么也可以说 就是过去两岸 经济关系的主动力 那么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呢 台商主要还是着远于 大陆比如说比较便宜的土地 人力等生产要素 把一些工厂转移到这边来生产 可以降低成本的话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恐怕 更着远于 大陆的内需市场 大陆新经济发展 带来的一些新的机会 那么这些呢 应该说对拉动的两岸贸易投资 成为一个新的动力 我们也可以说 从过去的所谓的要素驱动 逐渐转向一种创新驱动来发展 那我们也看到近期以来呢 台湾对大陆出口中 其中超过一半 约55%左右 主要是芯片对大陆的出口 那您觉得目前在这样的一个 两岸经济的发展 以及交流融合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呢 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 确实是在带动 两岸的经济关系发展方面 它的主动力和主导性 是越来越强 但是我们也不容否认 那么现在呢 一些新的因素 确实是在对两岸的经济关系 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 一个是全球疫情 现在还能蔓延 那疫情呢 应该说一开始是造成 中国大陆的停工停产 疫情比较困难 那个时候短期之内 对这个两岸的经贸交流 冲击还是比较重的 那么这也当时 迫使当时的一些台商呢 部分的一些生产啊 也进行了一个全球产能的一种调配 那么到现在为止 疫情对两岸的经贸关系 还是产生一定的一些冲击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 现在两岸的人员 还没有恢复往来 尤其是两岸的商务人员的往来 还是受到的影响 那么我想这对两岸的一个 经济关系的发展 那是很不利的 尤其是一些台商 要在大陆投资 投资一些新的工厂 他要相应的工程师啊 相应的人员啊 要来布局 那么这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也期待呢 就是这个疫情以后 对随着疫情 这个两岸的有所控制呢 能够尽快的 这个恢复的人员的往来 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呢 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摩擦 那么应该说 现在还在加剧 对这个两岸贸易的影响 还很大 那么我们过去说呢 那个两岸的经贸关系的 快速发展 其中有一块呢 就是台湾一些电子厂商 他接受了一些美国跨国企业 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苹果 他们的手机的一些订单 然后这个订单呢 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生产 在大陆生产以后呢 再出口到欧美地区 那么这一部分 应该说很多的一些产品呢 是被美国加征了 10%到25%不等的关税 那么这种就造成了 就是传统的 这个两岸的公共链里面 涉及到第三方 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 订单的这一部分 那么现在的影响还在持续 那么这一部分的订单呢 现在一些台商呢 也采取了一些 全球产能调配的 那么这么一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像部分的一些 加工的组装阶段 转移到东南亚 回流到台湾 甚至到北美 欧洲一些地方去投资 那么这对传统的 这个原来的公共链 也产生一些影响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政治因素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这个蔡英文当局 确实是他配合美国 这个所谓的这个 中美的竞争战略 我们看出来是全靠 全面的贴靠美国 在经济方面也是 也想借这个机会呢 采取一个所谓的 托中陆美的这么一个工具 一方面要加大 跟美国的一些 公共链的一些 重新的构建的工作 另一方面呢 又加大阻挠 两岸的贸易和投资 尤其是比如说 在高科技产业的交流方面 在两岸的人员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的 一些限制措施 来限制在两岸的经贸交流 那么这一部分政治因素 那确实是 也是对目前 两岸产业的合作 两岸的经贸交流 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未来两岸经济 融合发展的前景 到底是怎样的 对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景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也看到 虽然现在呢 两岸的经贸关系呢 面临着一系列的 复杂因素的一些挑战 但是呢 我们也同时看到 另一个方面 就是两岸的经贸关系发展呢 它还是显示了 一个充分的韧性 这里面其实呢 刚才谈到的主导性 还是实意试 在中国大陆这一方 就是大陆的经济增长 和改革开放 我们看到前景 还是乐观的 中国的产业 在全球共同年龙的地位 是不但上升的 那么这是决定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 和深化融合发展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市场的动力 第二个呢 我觉得未来呢 面临着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机遇 就是我们的新发展格局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 四十年以来呢 从大的方面来看 总体上呢 就是尤其是我们的沿海经济 采取了一种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就这么一种 以外向性为主的 外向循环为主的 这么一种经济的发展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 过去两岸的 两岸的经贸关系发展呢 实际上呢 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是比较硬核的 也就是说很多的台商 相当一部分的台商 在大陆的经营投资 也是两头在外的方式 比如说它主要是中国大陆 便宜的一些生产要素 土地和劳动力 然后把一些本来在台湾 加工组装的一些产品 搬到中国大陆来 然后它的一些中上游零部件 那么主要是来自台湾和欧美地区 在中国大陆加工组装以后呢 然后再出口到欧美 那么这个部分应该说是两头在外的 它这种生产模式呢 也造成跟我们中国大陆 本土的市场和产业体系 联系不是很密切 那我觉得未来呢 这个双循环发展的格局 这个大的态势下呢 两岸的经贸关系 这种态势 今后五到十年 我觉得会发生一个大的改变 那么因为我们 一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个是强调一个内循环 强调要建立一个 良性的一个中国的内部的一个大市场 然后呢 同时配合着我们进一步的深化 对外开放 我们参与这个RCEP 也会再争取加入CPTPP 然后呢 我们再取得一个更大的一个改革开放优势 那么这种循环呢 我想也会是引导台商 转变它过去的这个两头在外 这种发展方式 逐步的 向我们与中国大陆的市场 为依托 跟中国大陆本土的产业链 供应链 产生一个更密切的一个关联 或者是嵌入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产业链 来进行一个发展 那就依托中国大陆市场和产业体系 然后呢再向进一步向比如说RCEP市场 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大的区域来进行拓展 我们中国大陆相继出台了31条等等 一系列的同等待遇的措施 那这些措施呢 就是会更好的让台商和台胞 能够分享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些成果 那么我们所说的深化融合 融合的点恐怕就在这些方面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张所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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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